他這個題目是說 A是一個正實數 把它畫起來A大於0 A是個正實數 然後給你一個看起來很有意思的東西 他說什麼呢 他說A的什麼東西 A的根號3是等於多少 等於根號3對不對 好 然後他就開始問 他就這樣而已 他題目就這樣 就只有這樣 然後他就跟你說 請問你喔 下列哪些選項是正確的對不對 那個所有同學看我這邊 當他題目給你這個條件的時候 對不對 有時候你去看一些參考書的詳解 他這個題目 他的做法 這個五花八萬 他會有很多 各式各樣不同的做法 我教你一個最基本 最不用技巧的方法 你猜 我要教你什麼方法 同學很簡單 他說A的根號3 次方可能根號3對不對 我只問一個問題 我問什麼問題呢 來你把這個東西寫上去 好 我跟你講你只要揮這一招就好 我問一個問題 來同學 A是誰 我給你一分鐘 你幫我把它寫出來 就這樣 我跟你講這是基本功 他題目給的條件就是 A的根號3次方等於根號3 然後我就問一個問題 A是誰 那當然你知道 A就是代表A的幾次方 一次方對不對 同學怎麼從A的根號3次方 變成A的一次方 那個動作叫做什麼 要利用什麼觀念去把A算出來 只要你把A算出來 我跟你說 通常大部分的問題都可以解決 來就這樣 來我等你喔 要怎麼把A算出來 欸爪會算喔 一分鐘喔 這把它寫出來吧 寫出來的沒有 好 好 來時間到 來超學看往這邊 同學我問你喔 怎麼從根號3讓它變成次方變成A 你能用的工具就是指數率阿 同學 指數率告訴我們內外次方 會等於次方怎麼樣相乘對不對 所以我問你 根號3要乘以多少才會變成A 乘乘以多少 我跟你講這不用對的 就是很知覺嘛 這邊就是多少 這幾次方 對 根號3分之1次方阿 對不對 根號兩邊 我們同時就根號3分之1次方 這樣不就犯得到了嗎 對不對 來跟著我一起寫吧 對吧 對吧 這個東西乘上它的導數嘛 是不是就變成1 很合理阿 對齁 來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喔 來 大學那你看這邊 根號3就是3個2分之1次方阿 那這個2分之1再乘上它 所以你發現 這個A就是誰 這個A我直接寫在上面好了 這個A喔 你發現它就是3的幾次方 這個2分之1再乘更號3分之1 所以它是3的什麼東西呢 2更號3分之1次方 對不對 可以吧 這件事情你辦得到對不對 好我這一個題目 我沒有打算用一些很技巧的解法 因為你有時候你常常去看一些不同參考書的詳解 喔這個題目的做法五花八呢 這本書那樣錯 這本書那樣錯對不對 我教你的是最基本的做法 你先把A算出來 那把A算出來之後 我跟你說 這個題目基本上就破解掉了 欸你不要小看這個題目喔 這是指考數假的題目 這是自然組的題目喔 而且全對率你看一下 才30%而已喔 所以這個題目其實並不簡單喔 對很多學生來講 這個題目是有點難度的問題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A群像好不好 它的A群像講什麼 它的A群像問你說 請問你A的三次方會不會等於3喔 來那我們現在就看一下喔 反正我們A都已經算出來了對不對 來這個東西的三次方 來3的2根號3分之1齁 3分之1次方 來然後外面再幾次方 再三次方 欸來一起寫吧 我不會寫很快喔 好請問同學 這個東西會變成多少 欸內外次方會等於次方相乘啊 這指數率嘛 所以它會變成3的什麼東西 欸這個根號3跟這個3 我們可以把它變成來2分之什麼東西 2分之根號3次方 對不對 我應該沒有寫錯吧 好你看一下 這樣可以嗎 好那這個東西圖球問你會不會等於3 怎麼可能啊 這東西怎麼可能等於3 3次3的一次方欸 對不對 這個東西怎麼可能等於3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 所以第一個選項怎麼樣 第一個選項是錯的啊 就這麼簡單 這樣好不好 好同學這樣可以嗎 第一個選項不能選 就這麼容易 這樣好不好 就自然出口 來 那我們來看第二個選項 第二個選項 來我抄一下題目 第二個選項它問你log 來log log 它這邊打字好像有一點問題喔 同學你仔細看喔 它那個打字 那個根號3喔 是它的底數喔 來 根號3在這裡對不對 然後 這個A是它的幀數 你有沒有發現 它的打字 把那個根號3跟A 就是感覺放在一起喔 它那個打字好像打得太好 對不對 我看一下 對不對 那個根號3跟A 是不是感覺就是 其實應該是這樣喔 根號3是底數 A是幀數 然後它問你說 這個東西會不會等於根號3喔 好 同學我們就試試看 來 它會等於log 來跟著我一起寫喔 根號3 同學問你是3的幾次方 3的2分之1次方 OK 然後同學A是誰 A你已經算出來了 是3的2分之 3的什麼 2根號3分之1次方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3的 2根號3分之1次方 好 好 來先寫到這邊 可以嗎 早上第一節課好累喔 來 那現在請問同學 看到這個東西 你有什麼感覺 欸 告訴我 看到這個東西 你會想到什麼 我們指對數啊 這個能用的東西有限啊 同學你看到這個東西 你會想到什麼公式 我們能用的公式就拿錢 有一個公式 叫什麼公式 你們現在都不理我 趕快還給我那種歡樂的而已 跑路 變301之後 現在大家都不想比我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來 跑路公式 樓上跑樓上 這樣可以嗎 欸 講過喔 然後這個樓下 欸我講立屆考題 我速度會放慢喔 希望你立屆考題 一定要搞懂 這樣可以嗎 就拉到前面去嘛 對吧 那拉到前面去之後 請問同學 你看到什麼東西 這個傢伙會變成多少 欸 這個2分之1拉到這邊齁 這邊是2 更號3分之1 1分之1 2分之1消掉 如果33是1嗎 所以這個傢伙他是誰 這個傢伙是更號3分之1啊 對吧 欸 知道我在寫什麼東西嗎 那是更號3分之1啊 所以他問你說 這個東西喔 會不會等於什麼 會不會等於更號3 屁啦 這東西怎麼會是更號3 這不可能是更號3啊 來 這不可能是更號3齁 對吧 這不相等 好 所以第二個選項 這個V選項怎麼樣 他是錯的啊 欸 知道你在講什麼 老師可以嗎 對不對 你只要把A算出來 一切都結束了 我們完全沒有用任何技巧 我完全沒有用到什麼 任何特殊解題技巧 我只是把A算出來 然後每個選項帶進去而已 然後接下來我們來看那個第三個選項 第三個選項 來 那個C選項 他在講什麼呢 那個C選項他說 A有沒有比1大 好 來我把A抄一下 A叫做3的什麼東西 3的2更號3分之1次方 OK 有沒有比1大 同學我問你喔 1是3的幾次方 3的0次方啊 OK 謝謝 好 我現在問同學一件事情 來同學你看這邊 左邊大還是右邊大 左邊大 底數比1大 它圖形是上升的啊 所以你的等級越高你的數字就越大 不是嗎 對不對 所以這個東西比0大 所以當然是左邊大 這樣另一個問題啊 左邊大 對不對 這樣可以齁 所以這個C選項怎麼樣 C選項是對的啊 對不對 這個C選項是對的喔 這樣好啊 C選項是正確的沒有問題啊 這個沒有任何陷阱的題目 那接下來最後一個選項 最後一個選項 他在問什麼東西我看一下 他說這個A會不會小於3的4分之1次方 OK 那講到這個東西喔 有一個小東西要跟同學提一下 來 你旁邊寫一個key好了 這個我要來問同學喔 我們常用的一些數據 來比如說更號2 我覺得更號2大約是多少 你告訴我們這場鍵啊 更號2大約是多少 來問你 1.414左右對不對 沒關係 要求不高 1.4好不好 更號2大概是1.4 OK啊 這樣寄可以 我是建議你常用的要寄下 更號2大約是1.4 好 那更號3的話 其實也要寄喔 我個人是建議你寄啦 更號3大約是多少呢 這個幫我來問一下 我來問誰呢 我來問紅拳好不好 紅拳你告訴我 更號3大約是多少 有背嗎 沒有背喔 來 其實我今天你們背起來 我也你知道更號3大約是多少 1點多吧 我知道他是1點多 對 但是重點是1點多多到哪裡 對 有背嗎 沒有背喔 我跟你講 常用的更號2更號3跟更號5 你要背一下 更號7我不勉強好不好 說實在話更號7我不勉強 但至少更號3跟更號5你要把它記下來 因為這個真的太常用了 來 有誰可以告訴我更號3大約是多少 大約就好 1 1點 6 1.732左右 你就記1.7嘛 你們到底有沒有在背這個東西啊 更號3大約就1.7啊 對不對 然後再來一個啊 還有一個常見的叫更號5啊 我覺得更號5大約是多少 你要跟我講2點多 2點多我當然知道廢話 誰不知道更號5是2點多啊 2點多多到哪裡 小數點底下第一位就好 對不對 我沒有要很精確 很精確那不用 就大概一個感覺 就大概多少 2點多 那個多 是多少 3 錯 2.2 來2.2 沒關係啦 來2.2 我想 我如果要請你們背這個東西 你們會不會合 不會啊 不會啊 這還好吧 同學你把它記下來好不好 來我們現在把它背起來 同學更號2大約是多少呢 1.4喔 記下來更號2大約1.4 同學更號3大約是多少 1.7 更號5大約是多少 2.2 好不好 他更號幾乎就不強求了 好不好 我希望你們至少這三個記下 就這樣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題目喔 來 所有的同學看我這邊 我問你喔 更號3.7裡面知道它是1.7左右 1.7乘2 多少 3.4 3.4分之1 這裡是4分之1 這個分目比較小 所以這個東西整體來講 它比較怎麼樣 比較大對不對 所以應該是怎麼樣 左邊大還是右邊大你說 為什麼不理我 右邊 欸 這邊啊 更號3大概是1.7喔 因為我很怕你們這個東西就搞不清楚 更號3大概1.7嘛 乘2大概3.4嘛 對不對 這個是4這個是3.4啊 這個比較小啊 可是它擺在分目嘛 所以這整體來講比較怎麼樣 比較大嘛 所以應該是左邊大約 右邊對不對 所以這個選項我們看一下 這個選項都不能選啊 這個選項是不能選的 這個選項是錯的 欸這一題我講很久喔 我都慢慢講喔 同學你看這一題答對率喔 只有30% 而且這個題目很快喔 這個題目其實它是多選題喔 但是你有沒有注意到它答案幾個選項 它答案只有一個選項喔 這個老師壞透了對不對 欸這一題是多選題喔 可是答案只有一個選項喔 OK好這一題有沒有問題 我們盡量力竊吃題喔 會講蠻厲害的 這一點我想清楚 我都沒有用到任何的技巧喔 我只是讓你把它也算出來 好那我們接著繼續往下看喔 下面還有一個比較新的考題喔 你看到 然後36頁下面的類題2 106年學測的考題 這個考題喔 我覺得這個考題會做錯的學生喔 真的是 唉 來我們看36頁下面有一個類題2 106年學測考題 這個題目同學我們給他幾個贊喔 我個人覺得這個題目設計的不錯喔 這題目擺明的是送分題喔 這個題目給他兩個贊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好不好 這個題目同學我們一起看喔 他說手機喔 有一個程式喔 這個程式是怎麼樣 點擊螢幕上的某一個數字 A 你把它按下去點一下喔 這個數字就會變成A平方 同學那告訴你什麼 你只要點一下 它就會變成我原來那個數字的什麼 平方 他在告訴你那個遊戲規則對不對 然後他現在跟你說 一開始的時候 螢幕上現在有一個數字叫做V 它是大於0 而且我跟你講 我連續點3次 按3次對不對 按了3次之後 發現上 發現這個數字接近81的三次方 請問這個時數V 最接近下列的一個選項 這種題目 來同學你看喔 來同學我問你 本來這個數字是V對不對 來我們現在把它點3次 我問你喔 點第一次它會變成誰 V平方 V平方啊 所以你看點第一次是不是變成V平方 然後再點一次它又會變成什麼 又會變成原來的平方啊 對不起 這有點嘲笑 然後再點一次 它總共點了三次對不對 再點一次是不是又變成原來的平方 所以它就是平方平方再平方啊 對不對 它連續點了三次嘛 然後跟你說連續點了三次之後 這一個數字大約是多少 81的三次方 欸同學我問你喔 平方平方再平方 這個會變成V的幾次方 2乘2乘2啊 這個變成V的幾次方 這個變成V的八次方啊 對不對 就變成V的八次方 他說這個傢伙很接近喔 他沒有說等於喔 你要注意喔 他沒有說等於 他說大約 大約是多少 81的三次方 來 那你就寫81的三次方 就這樣子 這個題目就如此單純 然後就問你說 同學請問你這個V喔 這個最接近以下哪一個選項 這個我就問一個問題嘛 同學問你 V的八次方大約是81的三次方 那我現在問同學一件事情 那麼請問你這個V大約會是多少 很簡單喔 你不覺得這個題目 跟剛才那個題目是同樣的概念嗎 剛才那個題目是什麼 A的根號三次方等於根號三 然後我問你A是誰 現在我跟你說 V的八次方大約是81 A的三次方 我問你V是誰 你不覺得這兩個題目在同樣的概念嗎 所以同學你告訴我 你只要兩邊同時把他幾次方就好 八分之一次方喔 所以你告訴我這個V幾次他就是誰 他就是大約啦 他就是81的幾次方 八分之三次方啊 對不對 來寫上去 八分之三次方 不是這樣子嗎 這種感覺啦 我跟你講這種感覺好像就是 就是把這個八除過去有沒有 有些老師會這樣教 他說你會把這個八除過去 變成八分之三次方 好像這種感覺 但是其實他就是用支出率而已 81的八分之三次方 同學我問你 81它是3的幾次方 3的四次方 9981對不對 所以它是3的四次方 然後外面再幾次方 再八分之三次方 OKOK 然後呢接下來 內外次方等於次方相乘 所以這個東西我們整理一下 它會等於多少呢 它會等於3的幾次方 3的幾次方 2分之三次方 哦 3的2分之三次方 好 那同學你知道3的2分之三次方 它就是把3三次方之後 3的三次方是27嘛 啊2分之一次方就是開更號 所以這個b大約是多少 大約是更號27 對吧 你考試應該至少可以做到這個程度吧 這個b大約是更號27 然後你就看一下這個題目根本是單選題啊 它下面的選項 你覺得abc珠1 哪一個最接近更號27 當然是c啊 5.2啊 你會選那個珠嗎 更號27會接近9嗎 怎麼可能 對不對 啊你會選那個b嗎 3嗎 怎麼可能 聽懂嗎 所以這題答案你做到這邊 你就可以確定答案是多少 答案就是c啊 對不對 答案就是c啊 做到這裡就可以確定了 因為這題是選擇題哦 這一題是選擇題 是單選題哦 所以這一題答案就選誰 就選c啊 我是不懂啊 同學106年學者 像這樣子的考題哦 放在全題的考生 而且單選題還可以用猜的 答對率只有一半 What happened 這題目是哪在哪 沒有你告訴我 這到底哪裡出問題 怎麼了 我這種地方我常都覺得不太了解 不過我個人看了一下他的選項 我猜啦 我個人不負責任的猜測 你猜很多學生答案會選c 1 最後一個選項 因為他有些人可能會覺得說 就是點3次嘛 然後就會變成b的三次方 b的三次方等於81的三次方 所以他那個b就選多少 80 搞不好有人真的選了最後一個選項 好 這個我們不管 就這樣子吧 就這樣過去了 然後接下來我們再來看 其他班同學問的問題 還是你們班 你們班有同學問的 這個問題 好像是ok 我來回答一下 你翻到40頁 因為是你們班問的 所以我順便來講一下 40頁有一個題目 我班上有同學問喔 你猜他問哪一題呢 他問那個類題詞一 來請你翻到40頁 40頁 下面有一個類題詞一 對吧 這個題目 同學你回去有沒有做呢 來這個題目 我給他兩個讚 這題目算是蠻常見的一個考題 好 我給同學兩分鐘你做做看 因為我要畫圖 但是我只講裡面的其中兩個選項 因為同學他只對那兩個選項感興趣 那你這個題目你現在做做看 ok 來你現在做喔 我不知道你回去有沒有做過 這個圖怎麼畫 這個圖怎麼畫 它是用藍色的跟那個到底是紅色還是橘色 覺得畫好像色嗎 看那個橘色吧 這樣 然後 哪一條線是 哪一條線是 這樣 好 這是B選項 然後還有一個是豬選項 欸 這一題要做齁 先來做 有做嗎 好 嗯 嗯 嗯 像是這樣 哎呀 我看不見喔 嗯 看不見喔 OK 欸趕快寫喔 喔 有寫嗎 好 然後 直線叫做誰 直線叫做 Y等於什麼東西 Y等於AX加V 好 然後另外一個是對數函數 對數函數叫做Y等於什麼東西啊 Y等於B Log 以A為E X的對數 對數函數 不過如果把這兩個圖形畫在一起 因為下列的哪一個選項 最合你 喔 最合你 不是吧 好啦 你們喜歡了嗎 我要開始講囉 喔 可以講了嗎 那個問問題的同學 他 這個題目有五個選項對不對 他已經把其他不少的選項刪掉 他最後剩下V跟主兩個在選 他說老師我坐到這邊 好像就有點坐不下去喔 來 同學我問你一件事情 這個我想我們來複習一下 同學我問你 這個A 這個A 代表這一條直線的什麼東西 他會影響這個直線的什麼概念 他說這個A是什麼 來我們複習一下 A會影響這條直線的什麼傾斜程度 這個A就是這條直線的什麼東西 說很好 斜率很好 斜上去 同學這個是斜率喔 對吧 來寫上去 這是斜率 好 那我順便來問喔 那我問你 這個V喔 這個V 會是跟這條直線的哪一個特徵有關 我現在在問這個A跟V 搭配這個圖形 它的特徵 這個V跟這條直線的哪個特徵有關 剛才問陳方 現在我來問吳嘉玲好了 嘉玲我問你 這個V就是這條直線的什麼東西 當X代領的時候 Y會檔於V 所以這個V 我們稱為這條直線的 那個叫什麼 跟Y軸交點的Y座標 那個V我們稱為叫做 那個叫什麼 對沒錯 這個V叫做Y結句啊 來寫上去 同學你要知道這些A跟B 它在這個圖形裡面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喔 不然你這個題目要怎麼做 你一定要知道這些A跟B 它在扮演什麼角色 對圖形會產生什麼影響 你才能夠從它的選項裡面 把最合理的選項把它挑選出來 對不對 那接下來我們輪到這個對數的部分 來我再換個同學來問 因為我覺得有些同學可能不熟 來那我問你 這個A在比數的部分 請問它會影響這個函數圖形的什麼地方呢 來這個我來問那個 我來問那個 我想看同學的名字 我覺得我名字很偏大 對 我來看一下 咦? 零半如說出現 來了 我知道你就是零出現 來我來看一下找誰呢 找善龍好了 善龍我問你這個B 這個A啊 對這個對數栏數來講 這個A會影響這個圖形的什麼 那個 方向 我知道你意思 就是真簡 它是D真還是D簡 對不對 來寫上去 A如果比1大 它圖形是D真嘛 對不對 A如果在0跟1之間圖形是D簡嘛 大家知道這個意思嘛 對不對 好那我再問你喔 來這個B啊 來喔 再換個同學啊 那如果是前面的這個B 會影響這個圖形的什麼特徵呢 最後一個啦 來這個我來問 那個慧琴啊 好久沒有叫慧琴 慧琴現在還是19號 蛤?你已經不是19號了 我的天啊 你現在幾號? 22號喔 天啊那19號 那我親愛的19號是誰 現在變紅泉了 哇好妙喔 以後的19號就是紅泉了 來 慧琴來問你這個B影響圖形的什麼特徵 那個 那個 你說 大小 大小 講大小好像也對 但是再專業一點 再專業一點 這個V啊 比如說如果你想像這個V如果是2 你就想像如果這個V是2 或者3或者1分之1 它對圖形產生的影響是什麼 就是如果是2啊 對 它會把這個圖形那個叫 對 影響大小那個叫增縮啊 對不對 好寫上去啦 好啦好啦來 我知道沒關係 我知道你們懂 可以這樣想 來 這伸縮嘛對不對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這個題目喔 到底B跟豬這兩個選項 我們要怎麼去挑選呢 首先喔 同學我問你一件事情喔 你先看一下這個橘色的部分喔 我們先來看A好不好 同學我問你這個方向的直線寫率怎麼樣 斜率是正的 所以這個A是正的 而且你看喔 你要仔細觀察一個細節喔 同學你看這個三角形喔 你看這個三角形 你告訴我你得到什麼訊息 它的斜率不僅是正的 而且一定比誰大 一定比E大 因為這段比較短 這段比較長 你聽懂我意思嗎 如果斜率是E的話 這兩段應該長度是一樣 45度對不對 所以你從他題目給的這個圖形啊 你應該看得出來 欸對不對 就是這個更傾斜嘛 比45度更傾斜 這一個斜率比E大喔 所以這個A怎麼樣 從這個圖形來看 這個A是大於E的喔 對不對 A是大於E的 對不對 斜率比E大 可是同學你看喔 如果A大於E的話 你對照這個對數函數 我問你底數比E大 你的圖形應該是什麼 應該是递真喔 可是他這個圖形是递減 所以請問你B選相對來說錯 錯啊 B選相當然不能選啊 B選相不對啊 對不對 你了解我的意思嗎